她的美 當我不再抗拒 孤獨的必須 張開雙臂 感覺風在吹 當我不再能夠 擁有你的笑 我選擇 不再哭 我選擇 讓嘴角上揚 我選擇 全金網 大家好 我是Mr.Q小強 今天我們的直播時間 中午十二點整 通常我們這個節目是晚上八點整開始 所以今天我們提前了八個小時 我們這邊是紐約好嗎 歡迎大家來到紐約 我們來歡迎今天我們的做客來賓 楊澄黎小姐 大家好 必須要說今天的這個見面呢 是我一直盼望著的 因為上一次我們記者會的時候 在我的威逼利誘之下 她稍微跟男家透露了一些 關於她自己這一次整個統籌製作 整張專輯的一個進展的狀況 我記得當時你跟我說的是已經錄了一半 對那次發布會的時候 所以我其實一直期待這張專輯正式跟我們見面的時候 結果 三十以後 就這樣來到了我們的面前 我必須要說我第一次看到這個title的時候 我真的是從心裡面會覺得 有你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諧音梗 這樣的一個玩法 居然東東被你找到 還是你以為我是東北人 我當然不會以為你是東北人 你是哪兒人 你這個嬌小的身材 江浙護士有可能 對三十以後 像我們這種電台DJ主持人 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講錯字都是要被扣錢的 對所以你的這個專輯跟歌曲的名稱 我們抱一次就扣五十 所以今天我們節目結束以後麻煩買單 無論如何呢 這是一張相信大家聽過以後 都會全方位買單的專輯 第十一張個人專輯 嗯十一張 確實很了不起 我看到新聞是說你好像是怎麼樣 第一次錄音完了以後 就提議說要不咱們一起去吃個飯 喝個酒慶祝一下這樣 就覺得太不容易了 嗯沒有啦 沒有到吃個飯了 就開了個香檳這樣 啊OK 對 因為這覺得是太不容易了 對不對 嗯其實我覺得已經相對幸運 而且真的還蠻順利 因為我我所有安排的schedule 我的日程表這些 其實都是按著我的計畫走的 沒有任何脫軌的狀況過 真的假的 對所以我覺得已經很幸運了 那會慶祝主要是因為覺得太滿意了 嗯對 倒不是說哇好不容易好辛苦 所以要慶祝 是覺得很感激 嗯 而且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確實非常的 也是It's not that easy 嗯 你可以通過這張專輯每一首歌聽完以後 你就明白當時它提前講的 為什麼這張專輯 你要用自己的角度 嗯 自己的方式來找你 認為可以幫你進行表達的 這樣的一些製作人 嗯 來創作這樣的專輯 對 山石以後 我看到它的英文名字其實是 Delete and Reset 嗯還有Grow 還有Grow 嗯其實 這裡面就等於包含了 人生當中一切要做的事情了 嗯 所以 確實啊大家很多人一起聽著 楊盛林的歌跟著她 一起來成長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小時的直播呢 就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這張專輯 看看這裡面有哪些大家已經聽到的 或是各位聽到以後 還沒有想到的一些訊息 我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來好好的分享 嗯 那此刻也歡迎各位 對在我們這個直播進行過程當中 可以下載酷音樂酷直播 包括來關注 林雪全集幫我們節目開播的信息 隨時你們 當然是發彈幕啊 送禮物啊 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到 好吧 Thank you so much 來 這一次專輯裡面 雖然是第十一章 然後雖然是很像是一個人生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大的總結性的作品 但這裡面呢其實會有很多的還是會有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的嘗試 真的很多第一次 比如說你現在印象最深刻的 第一次嘗試R&B的曲風 而且他其實是也帶一點Hip-Hop的 嗯 對這個 這個是完全沒有嘗試過 這一回 嗯 我覺得 我覺得楊成林非常有意思 就是這張專輯已經叫三十以後 嗯 早過我們就知道其實成林有自己的成長 他內心的整個人生的故事 但是你這一次第一次嘗試這種 其實有點Urban Hip-Hop R&B的感覺 嗯 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沒有不尊重的意思啊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依然會有一種就是小女生在家裡面偷穿媽媽的高跟鞋的感覺 對 那個歌詞是小女生啊 那個歌詞是我十幾歲的心境 對 只是用現在的自己去唱 對 等於他其實有點像是把你帶回當時的那個 嗯 就是想要呈現一個矛盾感啦 就是歌詞雖然是講述小時候的我 但是我是用現在的狀態去唱的 這首歌 嗯 然後這個第一次是我覺得很勇敢的一個行為 因為我完全踏出舒適圈 嗯 那也許我不是一來就是一個大饒舌還是什麼 可是 就是他整體的那個曲風啊 跟唱歌的方式跟一切的態度 其實都是意見從來沒有嘗試過 就拿你的那個口氣跟腔調其實是 是不一樣的 對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看 因為我聽的時候我就說 怎麼就感覺好像是我們就是小女生小的時候 突然把媽媽的口紅啊 或者高跟鞋穿在身上在鏡前面照自己 就是小大人那樣的一種感覺 對 雖然咱們現在已經是女神了 對 因為我這邊屏幕上留言一直在呼喚女神 你知道吧 非常好 也歡迎大家在這邊留言說 比如說你們喜歡這張專輯到哪一首歌去 今天我們節目當中也會Cue大家 唉呦 唉呦 目光所及馬上一百一百朵玫瑰 你們厲害 很厲害喔 有人一直在Cue泥土耶 對 因為現在在放啊 就剛才放的這首歌 對 放完了 你在這張專輯發布了以後 有第一時間的時候大家有很多反饋 你覺得哪首歌是 你沒有想到大家會反響那麼熱烈的 這一張真的各有人愛耶 然後 我有認真的算過 好像平均票數都還蠻平均的 就什麼 就並沒有真正意義上 以前所謂的什麼第一柱打第二柱 所以我整個就會覺得 有一點點不太知道說 這張大家的最愛是什麼 其實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每一首 就很不一樣啦 會吸引不同的人 每一首都是自己的 但是我比較意外的是空空 怎麼講 我沒有想到他的反應會激烈成這樣 我以為最激烈是Love is Love 結果居然是空空 感覺空空比Love is Love的反應還要激烈 大家反應激烈的點是哪裡 是那個復古disco的感覺嗎 不知道耶 我覺得可能這首歌它其實帶一點點調皮 所以在唱的方式 你哪首歌不調皮 啊 我調皮的歌現在很少啊 但你在唱的時候 比如說像山石這樣的歌 其實你明顯拿捏了一個又 其實我認為是調皮的那種語氣 蛤沒有啊 但是你 好現在吵架 就是你唱山石那首歌的 聲音位置跟表情跟所有的歌都是不一樣 對 其實每一首歌的聲音位置表情 都有區別 但是因為空空 我覺得它有一些字眼會有一種 大家很懷念我的那一種甜美感 我知道 對但其實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可是我又覺得這首歌它適合有那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接受 但大家的反應 因為我可能會覺得 Love is Love的反應一定會最大嘛 因為它是沒有嘗試過的 然後可能影像出來 大家也會覺得很 完全沒有看過的形象 可是 空空是在 我記得那時候我發那個 微博故事的時候 就是短版十秒左右的 大家就 非常熱烈 這首歌真的是我沒有想到的 是不是 嗯 說實話這首歌 你跟 魏如軒的合作也是我們沒想到的 真的嗎 對 但因為我也很欣賞它 當然 粉絲都知道啊 其實我欣賞的音樂人 大家大概都知道 所以 但娃娃很少給別人寫歌 她量身訂做的是第一次 對啊 對啊 而且她之前 我們也知道 因為她本身 當媽媽啊這樣的 真的很忙 真的很忙 對 因為她是全職的 在照顧她的孩子 嗯 所以包括跟她在聊歌的時候 都需要 去掐緊所有的時間 因為家裡有一個 嗷嗷待哺的孩子 對 等著媽媽回去 對 當然也厲害的是 我們在這邊要 要這個 shout out to 魏如軒啊 因為她除了 給幫成林 製作歌曲之外 自己軒了 也今天也發了專輯 對 就可能 真的靈感來了以後 是擋不住的吧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在統籌整個 這張專輯的過程當中 嗯 是不是也會有一種 就是那種 創作慾望 滿分爆破 會 會 有時候是你想要 刻意地想 但就是沒有東西 可是當你 一有個開頭的時候 嗯 就會瞬間 記錄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你就會瞬間地覺得 欸 好了 我不用再去思考了 嗯 對那個真的就是 真的很像寫歌 就是一個瞬間 嗯 所以其實像這一次 跟這麼多創作人要歌 我自己也知道 就是靈感這種東西 是催不得的 所以我就是會很小心地去 去 很小心地會 對 去稍微催稿一下 很小心 這個詞用得非常好 就是要 Gently 就是 好沒好 我就問一下 我就問一下 你不要壓力 對 所以你剛才講都沒有脫稿 完全按你的行程 我是非常訝異的 對 怎麼讓這些 大排的音樂人 而且由女性為主的音樂人們 嗯 戰成一對 還完全按照時間表來進行創作 我是 I'm no idea 我是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我都是把它排好了 然後 然後 我不知道 其實他們有跟我講 我給他們的態度 會讓他們覺得 他們不可以辜負我 嗯 然後跟他們覺得 可以感覺得到 我一切是安排就緒 所以他們也很害怕打亂 嗯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有用一些小技巧 就像 比方說 其實我七月底才開始錄音 但是我每一個音樂人 我都 就是比方說 有一些是 二月就聊的 有些三月聊 有些最晚是五月聊 就娃娃是最後一個聊的 嗯 但是就是我給他們的期限 我都會多預留兩個月 預留難產期 哦 就是提前預設一定會難產 所以把時間往前提這樣 對 但是殊不知他們其實都很遵守那個時間 按時間去交東西 所以 我就很放心啊 哦 對 是不是你自己 當 出道當藝人 包括當主持人 然後當歌手演戲這麼多年 你太了解 在這個行業當中 大家的工作的方式 跟狀況 呃 因為以前自己 呃 沒有親力親為做專輯 可是我中間有透過其他的窗口 就是AMR不是我自己的時候 我 我知道好像創作人會有一些堅持 或是一些時間觀念 比較 比較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 我就覺得說 嗯 好 那我要先預設好有這種難產的可能 或者是有 就是 反正就是要以防萬一 所以我寧可 寧可早一點去邀歌 寧可給他們更多的時間 而且其實我也是有預設他們可能會 呃 就是超過期限了 都還沒有割出來 那也 我也得預設 有這個 背案 對 所以 我只能說 就是真的滿幸運的 大家都 都挺有感覺的 可能我跟他們講的東西 也講得非常的清晰 大家可能也是感受到了你的 那種誠意 或者說是 包括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 你這次當這個童說 因為你確實在這個時間點上 你有很多話要說 對 只不過就要找到 可以幫你來完成這些任務的人 對 他們也可以很直接地感受到 你的那個 那個創作的那個信息的能量 對 比如像公主 像陳山尼 對 說實話 你這張專輯的主打歌 主題 標題曲目 三十 很難寫 真的很難寫 但她很厲害 但她怎麼就那麼厲害 她就是這麼厲害 那女孩 小小的眼袋 對 怎麼就一下子一句話 就馬上 然後包括後面 青春崩壞 你還記得你第一次拿到 那個詞的時候 你看過以後的感覺嗎 其實我這一次這張專輯 每一首歌 都是知道 就是他們跟我說 可以收電郵的時候 我都是 然後 就是很 我不會講耶 很像她拆禮物 然後還是什麼 然後就 而且 我記得山尼那時候寫好的時候 丟給我 我人是走在路上 在外面 不方便聽東西的 我還跟他說 喔 等我回去 我好好的 靜靜的聽這樣子 但是 我忍不住 我下一秒就立刻問身邊的人 誰有耳機 誰有耳機 然後 然後一接到耳機 我就躲在那個一個路邊的角落 然後就很認真的聽 然後配歌詞 然後結束以後就 太好了 然後我就立刻傳給她 我忍不住聽了 我說我沒辦法無可挑剔 太厲害了 感謝你什麼 結果我發現我這一次 也許可能某幾首歌 就有一點點的小調整 可是大部分都是讓我覺得 我就是像重頭彩一樣 就是 哪有最想要的東西 每一個人都是帶給我這種感覺 然後每一個人都是讓我 本來就欣賞他們 但是現在不僅僅是欣賞 就是 非常崇拜跟敬佩 藉由這些作品 好像產生了一種 生命的連結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他們的一部分 血肉和你的聲音 包括這張專輯把它交織在一起 對 所以之前大家有很多人都說 你看覺得 清風的創作跟成林之間的關係 就好像 比如說以前的林希跟王菲一樣 這次的專輯 為什麼反而沒有清風 因為他找到了好多個清風 好多 其實清風的部分 這個我真的要解釋一下 因為太多人 跳出來說為什麼沒有他 我會覺得 因為我很想反問 那為什麼一定要有他 對吧 因為我覺得 這個不是 因為他們大家簡直把我 把我和清風設定為 張宇和十一郎 因為張宇大哥跟十一郎是夫妻 那他們是常年配合的 對 那我跟清風其實 我們還屬於個體 然後我們也是朋友 那我們需要彼此的時候 一定會一起 但首先這張專輯在籌備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他要發他個人的專輯了 對 這是一 那我會覺得 那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陳三你 許哲沛跟魏如軒 也要發自己專輯啊 你還不是找他們 我要說 我不知道他們要發專輯 我找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告訴我 他們手上有自己的案子要做 所以我就很純粹的覺得 那我就是找他們 所以清風其實我算是有點 避開他的高峰期 就覺得他太忙了 有點壓力很大 對 我知道他要自己發專輯 跟出自己的歌唱嘛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覺得說 那反正跟他合作 未來還是可以做 因為畢竟之前的單曲 《青春住的誰》的詞也是他寫的 上一張專輯更不用說 他也是參與了這麼多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真的還好 大家也不用覺得太遺憾或什麼 這有的是機會 而且大家也不要過多揣測 是不是他們現在有什麼 心靈上的迷信這樣 這個超級沒有的 對 我們好的很 就是創作這件事情 他有的時候 真的要講一個timing 對不對 那個時間點是很重要 對 那我要替大家問另外一題 為什麼 是因為這一次 你自己親自當這個AMR 所以這裡面有大量的 女性創作人的出現 也有男性啊 但是就是多嘛 好像一半一半耶 真的嗎 陳其真 陳山寧 魏如萱 許家瑩 許家瑩 許哲佩 對 就這樣 真的嗎 真的一半 而且許家瑩那首歌製作人 是陳君豪 是男生 OK 對 所以其實 其實並沒有在 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呂康為 對 多一點點 所以其實就 其實算一半一半 因為那個有一些是有創作 不含製作或什麼 其實是還滿平均的 我有特別考慮過 有想過這件事情 有想過 對 其實有一個叫林嘉謙的男生 他還一個人在專輯裡面 獨霸兩首歌 雖然選擇是一樣的 對 對 那首歌 它本身是一首粵語歌 然後後來也填了中文的詞 其實是先考慮填中文詞 先填中文詞 因為中文詞的部分有兩個人 我還以為你是先有的粵語的詞 沒有 就先有曲 然後林嘉謙就建議我 可以唱個粵語版 因為她聽過我唱粵語歌嘛 然後她就覺得我可以唱粵語歌啊 那既然她又是香港的創作人 其實她寫的旋律導向是很 其實是偏向粵語的走向的 那那時候我其實還沒有立刻覺得 一定要 但是我當然目標還是放在 是中文歌詞上面 然後後來是因為我 因為三十以後這個主題 其實它講到人生很多的經歷 那其實我有一個經歷是我跟我爸 就是親情上面 是比較 我很少提及的 也很難跟大家交代 我們之間的親情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最簡單的 就是我跟他之間 最深的結合跟交流 其實就是粵語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林嘉謙她提到這個 她很單純只是覺得 我唱粵語歌她聽過 她覺得很準很好聽很適合 但是我考慮得更深層的是 我覺得我跟我爸有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是永遠不會斷的 就是她給予了我另外一個語言 因為我有兩個母語 所以我就覺得 好 那我要怎麼做 但是也是她 她的那個鼓勵 有一個開頭我才會往那邊想 想到這個方向 但那首歌叫 我不認識你 那首歌的 就跟線索差很多 線索是講 在愛情中間 你遇到信任的人 對的人 你願意為她付出所有喜怒哀樂 那粵語版就是在講友情的背叛 對 然後你 你會覺得我真的認識這個人嗎 如果我們曾經這麼好 可是你卻這樣對我 那我與其如此 我還不如不認識你 我覺得 我覺得 人生當中很多技遇 是非常的奇妙的 很多時候 可能一些 本來就很重要的事情 可能在某些時候 我們無暇顧及 然後真的 當你坐下來 想要掏心掏肺地 跟大家講一些事情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出來了 對 其實我這張專輯 必須要做一個很大的心理準備 就是我要跟所有的創作人 去聊我的秘密 因為這些人 硬要說 是我的朋友的 好像只有 原本就是朋友的 就是三個 就是許家瑩 許哲沛 跟呂康偉 對 但是你要說 我們曾經說過 多深層的秘密嗎 好像也還好 但這張專輯等於就是 我完全不去思考他們 會不會把我的秘密分享 給別人還是怎麼樣 但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跟他們聊 把他們當最親 最信任的人聊 所以當他們拿到了 這些東西的時候 才會一下子覺得那種 就不能辜負你的感覺 對 對不對 馬上就出現了 所以 有血有肉 有溫度有情感的專輯 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一直我們都講的 很多時候在生活當中 我們說我們特別希望 我們可以 一來伸手 飯來張口 很多時候之前 我參考過很多演員朋友 他們說他們很羨慕歌手朋友 因為覺得好像 就是歌手朋友 在上台之前 一切狀發 音樂 歌手真的是值得羨慕 因為我兩者都是 對 你都經歷 我非常知道歌手有多舒服 演員真的辛苦很多 都被照料得好好 對不對 就是 真的就是跟演員的狀態 是很不同 其實演員也是非常多 一大群人去成就這所有的演員們 可是它是一個很鮮明的團體合作 然後 我很難形容 歌手的話 就是也是個團體合作 可是 可是等於說 所有的人在底下去 把你推到一個很亮的位置 對 那是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說實話 當歌手可以當得很輕鬆 就是 歌來張口 舞來伸手 可以可以 也是可以的 讓我唱什麼我就唱什麼 讓我跳什麼我就跳什麼 對對對 但這一次呢 琼琳就是到了第十一章的時候 決定自己來通過所有的 溝通的方式 來做這個同酬 那我也想替粉絲朋友 包括喜歡你的音樂的人問一下 所以經過了這一次 你認為還算順利的 ANR的同酬以後 對 下一張你還會自己這樣弄嗎 我也許不會 是因為我想休息一下 真的想要休息一下 對對對 而且 我欣賞的音樂真的不多 那也許如果我要再多找一些 新鮮的人來合作的話 我也得去多了解更多人的音樂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現在還沒有考慮到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 能夠先把這張弄好 我已經非常滿足 當然當然 而且 這張裡面 跟每一個音樂人分享了 自己人生當中很多的 可能不能 跟別人直接講的這些秘心 然後通過音樂的方式唱出來 那畢竟還要再繼續去生活 再去遇見 然後再去發現 感受一些事情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記錄的方式 對 其實我真的把這一張專輯 當作是一本自傳書 就是 它是用音樂 不是用文字去記錄 當然那些歌詞是文字 可是它就是短述了我的心路歷程 那我覺得這張專輯 想要了解我的人 了解我的所有的經歷的人 這張專輯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但如果你對我沒有興趣 只想聽好歌 這張專輯也是很好的途徑 因為我之前在網上看 有那個網友給你評論 歌曲評論的時候說 哇這首歌好好聽啊 求抖音放過 就是 反正大家現在 接受或者是 享受音樂的方式 途徑是不一樣的 對 大家各取所需就好了 對 你這張專輯裡面 那首歌裡面有一句歌詞 我覺得我很喜歡 那個比喻的方式 就是把人生 如果比喻成一場畫展 就是要展現不同的面向 我能不能把可能我 沒有那麼完美的一面 同樣地展示給他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有生命力的 有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看到那個歌詞 然後你把它唱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這個歌一下就活起來了 其實這張專輯我發現 勵志面還蠻多的耶 還挺正能量的 對 正能量是多的 雖然可能有一些聽起來 可能聽旋律會以為 他應該是一個悲歌 比方說像獻愁 但其實他的歌詞 全都是很正面的 但他未必是那種 勵志到那種 好像要去 去 打雞血 對 或者喊口號 去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為對方獻愁 但我覺得他是一種 有一點 有點期待 又有點害怕 去打開自己的心房 的這一種等待的感覺 其實是把自己 放在一個相對 比較渺小的位置上 但是去面臨著 眼前那個巨大的挑戰 或者很高的一座山 只能說 我們只能說 我們沒有在怕 我們到底能不能征服那座山 可能我們也不知道 但真的是把自己 放在一個 比較低的位置上 然後去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的人生 都是通過那些挑戰 來成就 對 其實這就是你 對 這樣轉眼 其實都是我 對啊 從你第一次 在很多年前 第一次在螢幕上 跟我們見面的一些 包括影視劇的形象 其實你演的很多都是 很渺小 但是力量很龐大 小人物 對 你不能看不起我 你看不起我 我就給你好看 那樣的一件事情 對 雖然還是那句話 我們現在已經成長為女神了 現在我們也是 自己有工作室了 我們也已經是老闆了 老闆接下來要簽新人嗎 我先不要吧 好累喔 我自己都顧不好 還要顧別人 真的管不了那麼多事情 是吧 而且我覺得要簽新人 必須要對某新人 很有想法 很有規劃吧 總不能簽了 然後就沒有理他 然後等功就進來吧 很多人都這樣 不行吧 因為我自己就是 真的一步一腳印過來的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今天我要去經營 規劃別人的演藝生涯的話 我一定會很用心 甚至會可能 甚至會比自己 要更負一份責任 應該會吧 然後自己慢慢就 退到後面去啊 所以我粉絲應該會 不希望我簽新人 好 那我們把新人的事情 先放一放好嗎 接下來看一看粉絲朋友們 有什麼話要說 接下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進行一個 鋪通鋪通的挑戰 這樣的一個互動環節 好 我們有一個非常簡單 我們這個道具 都有一點破皮了 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們 我們是個很節儉的節目 對 沒關係啦 它很環保 還好 看不出來 對 這是一個牌子 然後這邊是上面有 yes or no 那我們接下來呢 會提出一些問題 是給你們一起的 那你先不要回答 好 先看看粉絲朋友的留言 好 我們要考驗彼此之間的 這個默契程度 好 好不好 通常按照我 對我們這個節目的了解的話呢 應該跟粉絲朋友 達到一定的默契呢 我們比如講了一個夜宵啊 什麼的 但是因為現在才剛中午12點 嗯 夜宵就算了 嗯 如果失敗的話 沒有默契的話呢 怎麼可能 對不對 一定會有默契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 各位聽好了 先要看你們的回答 嗯 在這樣專輯裡面啊 造型百變的楊成林 依然 居然還可以體驗到 從未嘗試過的 一款造型 yes or no 在這張專輯裡用 我不行 哈哈哈 哎呦 我前面的一萬多段說 他是白說了哈 好的 yes yes 直接就把歌名都已經打出來了 這個點厲害 love is love 對的啊 就是嘻哈林是不是 嘻哈林 說我直言 嘻哈 就是他的那個狀態 除了服裝以外 還有包括你的肢體 你的態度 對吧 你的 你的 狀態 狀態 對 所以你要如何讓自己 進入那個狀態 還是說你本來就有 其實我那些 因為我現在 身邊有一群音樂人朋友 就是OZ他們那一群 還有其他的一些 新銳的音樂人 他們說我的個性是很嘻哈的 就很接頭 是說我的個性 就是他們沒有想過 因為他們可能想像的我 也是那種可能 高不可拍啊 或者是也許是對 也許很女生啊 或什麼 結果他們發現天啊 我整個人就是嘻哈本人 我就說 原來我有這個寫意 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通過這首歌 包括那支MV 把它算是開發出來 等於說是行為上 像外在的那個狀態 我是需要開發的 但是可能性格本身是 那個是有嘻哈感存在的 包括成林今天的造型 各位看 就他其實是生活當中的 最近啊 我最近確實穿得比較 比較街頭一點 In our daily life 對 這是我代言的服裝 對 然後我還說你看 T恤都有點破邊的感覺 你說裡面那件嗎 對 非常的街頭 非常的街頭 但是好看啊 對啊 怎麼辦 我這件是男裝 對吧 嗯 就是等於 他也有女裝 但我選 選穿男裝 boyfriend風 好看 剛才就已經有人說 在求同款鏈接 雖然買不起 買得起啦 對 你們都那麼有氣 我都是穿 我都是穿平價服飾欸 你的平價 跟我們理解的平價 是一樣的嗎 是一樣的啊 是一樣的啊 這樣吧 我知道因為你最近很忙 所以應該也沒有什麼時間 逛街啊 我都有啊 逛網路 在網上嗎 那應該叫什麼網拍 還是叫什麼 差不多差不多網購這樣 網購 你不會雙十一的時候 也跟著一起 沒有 我就 我覺得要撿便宜 還是需要一些能耐欸 啊 對 真的要非常的厲害 很會刷 這我就不行 這聽上去是高手啊 工作人員在那邊 點頭如搗蒜的感覺 那你認為你有買過 最划算的是什麼東西 就像你說的減便宜 最划算的 就是如果大特價有打到六折的那種 就相當於半價 還可以啊 那你有沒有買過 寄到家或者寄到公司 同事會覺得說 楊誠明怎麼會買這個 沒有他們只是覺得說 你到底有幾隻耳朵 你有必要買那麼多耳環嗎 還有到底要買多少雙鞋 就很多粉絲會說什麼 你這雙鞋出鏡率太高了 我心裡想說 不同雙 它只是頭長得很像 鞋跟不一樣 就是我會 我會 就是你知道 可能一雙白鞋 我就有好幾雙白鞋 但是對我來說 它的筒的高低 跟鞋跟的長相不同 它就是不同雙鞋 那個搭配 我自己要當造型師 也是滿累的欸 對啊 但那個網購的滿爽的 剛剛有人說 耳式真的很好買 對 真的 我們雖然只有兩隻耳朵 但是我們有很多個耳洞啊 對啊 所以你要把它塞滿吧 對不對 你有幾個耳洞 我只有兩個欸 我這個是耳扣 哦 我以為你打在耳骨上 沒有沒有 耳扣也可以弄一下對不對 現在不打耳骨 都有耳扣可以去取代 好的好的 你們說的都對 都有道理 女生聊鞋和口紅的時候 就像男生聊車一樣 女生聊包 包我們不想聊 女生絕對是聊包 不會是聊鞋 女生不是永遠都少一雙鞋嗎 也少一個包啊 哈哈哈哈 其實我今天在這邊 就是直播快要開始之前 工作人員跟我說的說 欸錢哥好 差不多我們要開始直播了 我說強琳馬上要下來了 她現在正在穿鞋 我心想怎麼會有一個 藝人下樓之前具體到 她正在穿鞋 哈哈哈哈 是因為她真的很在乎 那個鞋的樣子到底是 應該是她們本身 自己太細節了吧 跟我們沒關係 對 跟我說 楊正琳正在穿鞋 我說喔喔 OK 意思是襪子已經穿了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 你剛才說那個鞋的高低啊 幫 就像男生會聊這個車 它是Turbo的 沒有 因為那個是工作 我覺得工作就整體造型 會比較 會要細節要注意很多 可是 私人的話 這樣其實我的服飾啊 甚至鞋子我可能都是平價的 但是我的包就真的就是 就會比較貴 我這個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之前我看了一篇 國外的經濟雜誌的一篇文章 在過去十年當中 所有的金融理財投資產品 包括股票 包括外匯 包括期貨這些金條 保值生殖率最高的是H牌的那一款包 對 每年平均漲價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但我反而沒有在迷戀 你看虧了吧 沒有 因為 我買過二手的 但我就賣出去了 因為我發現我沒有在用 就是找不到合適的場合來用它是嗎 它還是太貴重了 一文對於楊誠霖來講也還是太貴重了 我真的不會買到那麼貴的 對啊 因為我其實挺常發穿搭的 大家都大概可以 有在研究的都會知道我大概用什麼穿什麼 就會知道其實我並不是那種 我還是挺小資的 你還是一個有理性的人 有理性 好 非常好 來 我們的默契大考驗 第一題也沒有來得及考驗 結果聊了這麼久 我們後面要對待我們的遊戲認真一點 好不好 我們小伙伴就很認真做run down的 好 來 這張來 各位準備了 OK 逗號劉海是不是減短 沒有減短 只是今天髮型師把它弄得比較卷而已 你們觀察的也太仔細了吧 逗號本人的長度你們都有在量 它只是彎度不同 彎度變得比較稍彎 對 今天有點像引號 對吧 今天不是逗號 對 過兩天可能會變成脫折號 好 我們這張專輯 楊稱林有超過十個第一次出現在這張專輯當中 你想聽左邊 OK 麻煩你去左邊自己點好不好 酷口音樂就是歌多 好吧 我們 什麼意思啊 超過十個第一次 就是像你剛才說的第一次的嘻哈造型啊 然後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這樣 這張專輯裡面一共有十個第一次 有沒有 yes or no 哈哈 哈哈 幹嘛嘲笑我們的遊戲啊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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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這題的答案欸 那你這樣 那我們就大概說一下 比如說 除了第一次的嘻哈造型 第一次當專輯製作人 第一次當統籌 第一次當企劃 第一次當企劃 第一次跟陳其真合作 第一次跟陳山寧合作 第一次跟陳山寧合作 第一次跟 第一次有自己的粵語歌 屬於一個人 單人的粵語歌 第一次跟魏如萱合作 然後 還有兩個 加油 快要成功了 呃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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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跟OZ合作 哦 對啊 對啊 還有 第一 第一 第一次 還有什麼 第一 第一次接吻 不適合 謝謝 謝謝 哦 第一次幫我的狗寫歌 第一次 第一次有一首歌的主題是 我的狗狗 是的 嗯 其實要數的話應該還有很多了 可能還有啦 我自己是不知道 就是 就是來自己來做出一種挑戰 哈 OK 好 那我們算末期達成了 下一題 呃 這個題感覺怎麼 感覺是一個死循環 這一次和成林合作的音樂人 也有人獻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嗯 那就是剛才提的魏如萱嗎 呃 陳其真跟魏如萱都是第一次替人製作 替幫人來寫的 我必須要說陳其真幫你寫的 《節日快樂》 非常的陳其真 其實她每一個人都非常的他們 對 但陳其真那首歌 就可能也是因為你的演唱的方式吧 就是非常 哦 你這張專輯裡面 我認為你跟她的創作 渾然一體的是 是徐家瑩 嗯 就是你在唱那首歌的時候 感覺都有一點 徐家瑩上身的那個 因為她的和聲很大聲啊 我這張專輯 只要是歌手的 都必須幫我和聲 連林佳謙都不放過 她也要幫你 她幫我和粵語的 哦 OK 這是我這次的巧思 就是我希望 他們不僅僅替我創作 我們還可以有一個假和唱 就他們幫我和聲 猶如我們合唱這樣 就好像就是在一起 來共同完成 對 像三十這首歌 就是陳山妮 她的和聲 然後《節日快樂》 是陳其真跟我 然後《戀愛》 就是我跟徐家瑩一起的 然後她的那個和聲放得挺大的 你就 那真的是她的聲音 所以你會覺得 我們融合在一起了 而且就是你整個演唱 等於就是因為你要跟她的和聲在一起 所以她的整個那個起伏 那個話其實是要在一起 這是刻意的 然後跟娃娃合作 也是娃娃的和聲 所以我這一次其實就 有著小心機 就等於錄音當天才通知他們說 可以幫我和聲嗎 就是不給他們任何 say no的空間對不對 對 這輪操作我只能說非常地溜 就是被迫營業 所以以後其他的歌手製作人 可以考慮效仿 但我相信以後 創作人在簽合約的時候就會寫上 不支持和聲 對 不支持和聲 不支持什麼 不支持什麼 只支持創作 對 如果請洽補充協議 厲害厲害 所以難怪就是我 反正我覺得 那個徐家瑩那首特別明顯 對 特別明顯 是 整個那個風格 好 真的是很有小心思在其中 所以很有趣的一張專輯 很多細節 OK 新專輯當中所有歌曲都是 一兩次聊天 溝通之後就收到demo了 是嗎 剛才好像我們有聊到這一部分 嗯 應該 大家應該這個答案 有人在回答嗎 都知道 他有一點點的delay 是的 真的是楊成林嗎 是他啦 對 不是我 No No OK 那你的答案是 這次發生分歧了 是啊 Yes 聊一兩次就有歌啦 對啊 應該是這樣 所以大家不知道 是什麼樣的困惑 好 不用兩次吧 就是直接講故事這樣就可以了 嗯 直接講故事 曾經有聊歌聊到 成林和創作人都哭了起來 哭了起來 哭聊起來 Yes 對啊 你們還在說上一題 好 我們過過 Yes Yes 對 就是我跟陳其真 節日快樂 嗯 可是你們當時 你們的那個累點是在哪裡 其實主要是我在講我的感覺 然後講一講我就忍不住就哽咽 然後就哭了 然後這也不是我平時會有的行為 可是可能我就真的覺得 我跟這些創作人聊天我就是要掏心掏肺 所以我就是完全就把我的心情講出來 然後太投入太走心了 然後就哭了 然後我本來以為她會嚇到 覺得我很奇怪 結果 接著我看她怎麼感覺也在擦眼淚 然後原來她也哭了 對 把陳其真弄哭好像還真的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對我們來說她是仙女 就不會覺得她會有人 人類有的情緒啊 因為我也曾經 我也採訪過她 對 確實她的 她的很多 她是人類 她是人類 但她生活的方式 和她對這個世界的認知跟感受都是很 我認為是很宇宙 很宇宙視角的 對 她 就是我們剛才說我們 把自己放得很渺小來看這個世界 她可能是要在一個很宏觀的一個角度當中 來看一些很微小細小的東西 所以你要在這個維度當中 get到她那個能讓她哭的點 確實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Good job 幹得好 OK 說陳其真在演唱會上清唱了節日快樂 真的 這邊有人說 其真在演唱會上清唱 真的假的 好想要視頻啊 我知道之前娃娃有在Lexy唱空空 我只聽到一小段而已 OK 對 因為我真的很幸運 就是這些人寫歌給我 只有我聽過他們唱原版是什麼樣子 嗯 對 真的很 Demo裡的那個樣子 對啊 都在我的信箱裡面 而且我告訴你 其實我採訪過這麼多的音樂人 創作人幫別人寫完歌以後 願意放到自己的演唱會 或者在自己的場合裡面把它唱出來 就說明他本身也真的很愛這個作品 嗯 這是真的 所以他們可能都很滿意 這一次跟你共同創作的過程 嗯 對 好 這個題 剛才其實我們有聊過一下下 就是新專輯所有的歌的Demo 交給成林之後 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改動 yes or no 也就是說有沒有任何一首歌是完全沒有改動的 yes or no 沒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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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這題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所有歌都是一次過的 沒有啊 沒有 還是有被改過的 那有沒有歌是真的一個字都沒動過的 有啊 哪一首 三十沒有動過 嗯 泥土沒有動過 泥土也沒有動過 空空也沒有動過 然後 不可惜也沒有動過 說我動的嗎 我沒動過的 獻酬也沒有動過 我不認識你有沒有 我說有動過的比較快 有動過的就是節日快樂 有調整過 嗯 然後love is love有調整過 那邊 他有寫了一些東西 然後還有主歌也有調一點 因為他一開始的英文的歌詞 比較多 我跟他說 我想要副歌有英文就好 其他全部都不要有英文 然後 饒食的部分 再加入更多真實的故事 本來就也沒有不真實 可是我把 就是在 我提供更多東西給他 ok 是跟你有關的一些 對 跟我有關的 就提供更多真實的故事 然後他就把它改 就 就變成百分之百的 非常的我的故事 半夜起來看球賽 這樣的事情 也不一定是半夜 但是就是 你會 因為我根本不喜歡看球賽 但是我就 為了想要了解 對方喜歡什麼球員 你就硬去看 就 但自己根本不喜歡看 那嗜好已改 會啊 那比方說 我不看書啊 對方很愛看 我自己也會假裝自己很愛看 就是 那都是以前啦 對 曾經為了要 取悅別人而改變自己 我覺得最 我最喜歡就是 看那個星座書 因為我就有跟他講 就是跟OZ說 幫我在調整什麼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講說 包括什麼 喝啤酒啊什麼 對方如果很愛喝酒的話 我可能就配合對方 就覺得 感覺他有酒瓣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星座書我覺得很有趣 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 不管到了多大 我覺得 如果有在 喜歡 了解星座的人 其實或多或少 無論是談戀愛 或交朋友 都會去研究星座 去看一下 對 都會去check一下 對對對 想說合不合啊 或要注意什麼啊 這種 但小時候最會 而且會跟著做 就是照那個上面 說的事情 長大頂多 可能是個參考 但是小時候就是 照做 就他如果說 要怎麼樣的話 對付這個星座 你就要怎麼樣 那我就要怎麼樣 這樣 炸小人 化膚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很多人 會有的歷程 對 就是我覺得 滿有意思 因為就是會 回想到自己以前 很可愛的一面 因為這個 我覺得長大 就不太會去做 因為天真嘛 幼稚嘛 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你沒有自信啊 不確定 對啊 太多不確定了 其實這些不確定 都是來自於對方 他不夠喜歡你 所以他讓你猜不透他 夠喜歡他才不會 讓你這樣猜 那所以就會導致 我們會有一些 很不像自己的行為 就好像我們看一些 國外的那種青春電影一樣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橋段 是幾個女生圍在一起 拿一個桶 然後燒錢男友的東西啊 就好像把那個美運 帶走那樣 然後還引發火災啊 Something like this 當然就是 我覺得開心的是 先剛才成林講的 其實你有這樣一個階段 但慢慢你長大了 you move on 你可以進入到 人生下一個階段 來反過來看待自己 曾經發生的事情 就會覺得還挺好笑的 而且也會覺得 是一種過往 對啊 收穫嘛 就是可以看看而談 是一件很好的事 代表你也已經覺得 這個沒什麼 沒錯已經走出來了 對 慘的是有的人 一把年紀到現在 還陷在那個東西裡面 這個真的 不知道怎麼辦 我覺得就要聽 三十以後這個專輯 對你會有幫助 一定會讓你往前走 一定會找到一些 答案 Something to delete Something to reset and grow 因為三十以後你會有答案 你會有答案 對 就像公主說 像成林唱的一樣 對 我覺得我要讓我老婆 聽一下你的整個 對 好 他怎麼了是不是 他上週我們去日本跨年 他去廟裡面 就是祈福啊 然後 買 去求的那些 開運的靈啊 這樣子 他就堅持一定要把他掛在手機上 嗯 就是他說我要隨隨地讓他想起來 要幫我 就是祈求新的 我現在就覺得我身邊 每天像帶著一隻狗出去 哈哈哈哈 就永遠 我老婆過來就 我說你 好吧 就祝他幸福就好 這個應該 聽我的專輯沒有什麼幫助耶 沒救了是不是 對 也被沒救了 這就是他自己深信著 這個東西會帶給他好運啊 賭信 一定要掛在手機上 對啊 我說好吧 過兩天我幫他買點狗糧就好了 好 我們還有一題啊 這次的錄音過程當中空前順利 幾乎沒有碰到錄音的平靜期 yes or no 北京還有在下雪嗎 這個不用問成林問我就好了 沒有 沒有啊 就那一天而已 你來的時候碰到了嗎 碰到了 很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超興奮的 而且這兩天要雪 這兩天給大家講下雪的時候不冷 雪融化的時候比較冷 這兩天所以還有點冷 但是 no yes love is love 是yes啦 是love is love嗎 沒有我每首歌都沒有遇到任何問題啊 都完全沒有任何平靜 對啊錄音都很順利啊 都很順利 嗯 love is love我事前做了很多功課啦 嗯哼 所以 也算是在所有十一張專輯的第一次 就是所有的錄音都一次過這樣 非常順 對啊非常順 其實錄音錄得很快 其實也就是因為 在這些歌出現之前已經是你想要的東西 對 就像我青春住了誰巡演一樣 我是總策劃嘛 我從頭到尾就安排這一切的節目 所以相對的其實我對於這個演唱會 我沒什麼緊張度 因為都是我自己弄出來的 你很了解 對我太了解了 但是如果我這些概念啊什麼都不是我 我要去執行 我要去把東西做好的話 其實反而壓力會比較大 我覺得啦 就當一切由你開始 一切是從你的心去出發衍生所有的東西 其實我們反而會更取到 那叫什麼 那個成語叫什麼 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對 這我都猜得到 謝謝你很聰明 我怎麼猜猜水到渠成 你一定猜得到 所以我相信你 你就是猜得到 對 我就覺得如果水到 這就是水到渠成的那個狀態 對不對 很聰明很聰明 謝謝 然後 這次據說專輯的每一首歌都會配MV是嗎 其實有一些是歌詞版MV啦 我們還是會找一些插畫家去照著歌詞的意境 像我不認識你就是找一個插畫家去畫 他也是很用心的去有很多的寓意 並不是很簡單的歌詞版 就是給你們一些幾幅圖就教材了事 其實他們都很用心去瞭解這些歌詞 都聽過好幾遍這些歌 對 那就算沒有我的人出現 其實也會有就是插畫版的歌詞MV 那個就相當於像專輯 實體專輯以前每首歌要設計主視覺一樣 其實那個花的功夫不一定比那個拍一個MV來得更輕鬆 其實也是真的也是很用心的 那你這次MV也同樣是你自己可能要所有的 這個真的不是故意的 其實我已經不想要自己到MV了 但是因為那個技術面東西跟 就是對於就是節日快樂那支MV 其實那個燈光的東西搭配情緒跟搭配樂器 歌詞這些其實就是很難 我很難不出現去跟他們這些技術人員做溝通 所以我就還是參與了 這個也是剛才說的一樣 其實就是水到渠成了 就是你前面的所有的功課已經做到那個地方 到了這邊它肯定就是要按照最應該有的那個方式來進行剷除 那說到視覺的方面 我這次也是你的專輯從第一支單曲出現以後 我看到那個長髮的造型以後 我當時就產生了一個非常 在我人生當中此刻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也想要替各位粉絲朋友問一下楊成林 你是如何保持一直以來如此大的髮量 我的髮量其實是正常人耶 我髮量沒有很多啊 我沒有 我有髮型師 我髮量也不少 但我不是多髮量的人 我是正常人 正常髮量 但你一直以來保持得 保持得非常好 有什麼秘訣嗎 是沒錯 沒有我覺得就是天生的 就像我可以很多天不洗頭 我頭還是很香 這都是天生的 就像有些人吃不胖 他就是有這個天生的體質啊 然後我的頭 就頭皮跟頭髮都還蠻健康 就是不是那種很愛出油的狀況 又不乾 但又不愛出油 就一切剛剛好 就剛好 這就是命是不是 就是命 就是我們想要想你 向你學一些經驗來改善 沒有辦法 據說可以 據說 據說就是好像有一些那種 護頭皮的產品可以去 對 我就以為你可以給我一些 什麼樣的鏈子 有 如果你很油的話 它可以把你變成中性的頭皮 如果你太乾 它也會幫你變成中性的 這也是你淘寶的就是那個 沒有 這我聽髮型師說過 那因為我沒有這種困擾 髮型師在哪位 是嗎 我有說錯嗎 沒有 是確實可以去調整對不對 你給我微信加一下好不好 帶個貨好不好 我看你發亮也不錯 應該這個是有說服力的 我最近就是很困擾這件事 發音師都嫌棄我了 好 我們的節目組非常用心 因為你這張專輯叫《山石以後》 對 所以他們幫你總結了一下 在你過往都包括這一張 十一張專輯裡面 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有兩個 是不是有一個叫遺憾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常常唱到遺憾 你自己覺得你經常唱到遺憾 對 但他們統計的是全專 可能不光是主打歌 好耶 我要知道 第一個是愛 愛 出現的頻率非常多 這個愛是一定的 可是我不順乱 但是不一定是所有人 因為這幾年 每年流媒體平臺 包括相庫兒音樂 他們都會出歌詞每年的關鍵詞 這兩年有一種每年每況欲喪的感覺 大家好像願意越來越Set 你的關鍵詞第一個是愛 然后还有一个是幸福 真的啊 对照在三十专辑里面 出现的是类似就是快乐 就是happiness 爱和幸福 这是在你十一张专辑里面 他们统计下来以后 出现这面最高的产品词 就像你说的 好像觉得这张专辑 怎么走到人生这个阶段 一切都很正能量 对 所以就说一路走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那如果回顾自己以往的 比如说十一张专辑 还有你人生经历的所有这些 三金天后啊 演唱会啊 Alison 此刻如果要问到你 哪些是你觉得需要删掉的 没有啊 都留着吗 Poi ma 土拨鼠呢 都可以留着 都可以留着吗 对 因为想删也删不掉 都在吗 好像 就是因为我出道早 所以我的一切是摊开 让大家一路看着我成长的 不管是中间有过什么样的过程 什么样的风雨 但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有这些才有现在的自己啦 对 对可言可甜 大家这个说得非常对 那有什么是在接下来的2020年啊 新的一年啊 在接下来的成长当中觉得需要继续 re-set或者继续成长的吗 我可不可以先说一下我青春住的谁就剩两场了 对 我就要给他终结了 对 二月 二月七号在深圳 二月二十九在上海 没奔 没奔 对 我在 其实我本来十二月就要终结他了 对 但是就是因为场馆时间嘛 对 所以我们就这样配合了一下以后 就到二月底会结束 对 那这个选择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还可以再多跑一两年什么 但我自己觉得差不多了 对 所以我自己着急的想说先让他做一个做一个有了一个ending以后 我再re-set其他的新的东西 对 因为新的作品已经出来了 对 但是 那我想问一下 接下来最后这两场里面会把新歌 我最近已经有把新歌唱进去 但不多啦 那接下来的会更多一点吗 在青春住的谁巡演的话当然不多 因为我还是会围绕着原本青春住的谁的主题去做 那 但不要错过深圳唱跟上海唱 因为这两场都会很好看 感觉好像有什么 加料的一些什么 惊喜 现在什么大魔王的一个 就怎么来了就不想走那样的感觉是不是 就 最后两场了嘛 所以希望大家 就把握了 因为我会一定会让大家难忘 倒立演唱会 倒立以前做过了 就不会舞台重现了 不会 我觉得不会再让自己做这么惨的事情 折磨自己的到这 太折磨了 我觉得我以前 真的人很好 对自己下手狠狠对不对 就是很听话的一个艺人 明白 就是配合 配合度很高 但也是也是 还剩一句话也是一种人生的经历了 对 不过确实 其实说实话在冬天的时候办演唱会对于女艺人来讲 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 对真的很冷 因为也不能穿 也不能穿着雕上去吧 都不能啊 对 对 前两天 敬如的发布会也是跟他聊到 当时我们是聊新演唱会 突然间就聊到了冬天 然后敬如就 你知道吗 那天我在沈阳在台上 下面都是媒体 情歌天后 那么温柔的梁静 我突然间我在沈阳 我在台上穿的冻的要死 我看到下面观众 每一个都 雪服 棉衣 觉得好残忍 那 2月29号上海 应该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其实之前在苏州和绍兴已经是很冷了 对 然后换衣服的时候都必须在暖炉旁边换 不然真的会动到 你有时候不小心割刀或什么 你会 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 因为麻木 对 就换衣服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也会怕 就是会有一些什么不小心 对啊 就是 要克服啦 我觉得没办法 反正 还有最后两场 对不对 对 最后了 最后了 真的是最后了 好 你说没事 深圳不冷 深圳到冬天冷起来的时候 也是要命的 好吧 深圳应该跟台北差不多吧 对 应该是 台北蛮冷的 对 要到冷的那个季节的时候 其实北京的冷还相对舒服 因为干冷 干燥 对 台北的冷是很不舒服的 那个湿冷的感觉很差 北京欢迎你啊 有有有 我这趟来就觉得很舒适 就室内有暖气的感觉 很暖 所以 好啦 演唱会的事情讲完了 可以讲一下2020年 要减时什么 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其实 跟工作吗 因为工作的话 其实都有在进行 都有在讨论 都有在洽谈 但是能不能讲 其实现在都还不能讲 但是我现在是 至少是满确定的 我跟韦伯要主持一个 女团的选秀的节目 我们两次导师 OK 对 但是节目是台北的节目 可是应该那地也是看得到的 对 但是就可以跟自己好朋友 一起有一个节目 我觉得挺开心的 这不是笑话重叙的感觉吗 对 其实我跟他两个人真的是 大家很爱看 我觉得 因为像Instagram 他不是有那个Best Night 就是每一年都有 九个那个按赞数最多的 韦伯是我九个里面的两个 就他出现的时候大家就是 我是他的第一名 OK 你们这么多年来也是互相成就的感觉 对 互相 就是觉得 其实对我来说很开心 就是说我已经很确定了 第一个新的工作是跟自己 这么好的朋友一起 然后又可以是 因为我曾经是女团 也许我们不是很成功的例子 但是我可以去帮助其他女孩 去完成她们的梦想 这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新年的开始 有人在问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播 还没啦 都还没开始录 还没开始录对吧 他们才在招人呢 在海选吗 在海选那些的 诶 大家可以去啊 可以去应征啊 对啊 真的可以 不如就直接账聘 就猜 那好 杨诚领导师选女团的标准 最重要的第一点是吗 我觉得 我认真的觉得 有个人特色 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你如果容易被遗忘 因为会唱歌的人很多 会跳舞的人很多 就有才华的人 其实在世界上很多 但你被记住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 搞不好第一批海选 假设有一两百人好了 你能够记住的那两三个 他一定会过关斩将到最后 因为他太有特色了 让你一开始就 立刻注意到他 但女团成员太有特色 容易解散了 这个团体 合久必分分 分久必合 是少见像SHE 这么成功 然后他们也有各自发展 但也可以不解散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能够 如果能够有人可以 像他们一样这样子成功 然后等于说 等于说 这个世代不断层的话 我觉得是最好的啊 所以可能也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了是吧 嗯 其实 我觉得女团的选秀真的是满适合我的 但你觉得韦伯会选什么样的 我是希望他可以公司分明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等你这句话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觉得他应该会 我觉得他也是会很认真的 但他的标准是什么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欸 你们那么好的朋友 你 不晓得他的标准是什么 我就 不知道他是看外型还是看才华 还是看什么 对 我们2020年一切走走看 好吧 公司分明 今天有两个关键词 水到渠成和公司分明 哈哈哈哈 好 今天的流星人全金榜 真的再次感谢承林 首先要感谢你在第十一张专辑的时候 自己愿意用这样的方式 带给我们 这么有趣 这么有生命力的一张唱片 嗯 非常的非常的享受 在听他的过程当中 嗯 谢谢 但是相信你自己也会觉得 是满满的收获 是 然后我们期待着在 青春入了谁结束之后 根据这张专辑的新的作品 来产生的 全新的表演的方式 跟节目 我们再来看看 走走看 我不敢说不敢说 然后当然其实看到后面很多人 一直在问内地有没有 有没有节目啊 有没有什么有什么 总而言之等官宣啦 大家都太着急了 有很多事情不能讲 其实像包含演唱会 那个时候 一直要我官宣 要我官宣 可是我也是要 要等待上头的指示 我们才可以 才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公布 那包含就是 现在洽谈的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不方便说 而且有没有 八字有没有一撇 有没有一点 或者是八字是否 都已经画好了 这个都需要时间 请大家就是不要催 对 会很烦好不好 他刚才是瞪眼吗 我是瞪眼 不是因为他们 因为我觉得 我是已经很强迫真 跟蛮 我很push自己的一个人 所以当你已经是这种人的时候 还有人在旁边 指手画脚说 真的蛮烦的 对 所以大家冷静 大家冷静 你们放心 我比你们还急 对 有人说见你一面 见你一面好难 是真的 这一点我就 就跟大家说 所以你们一定要期待 三月初可能有些事会发生 有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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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初有些事 三月初 三月初的某一个周末 你们先留下来 三月初某一个周末 某一个周末 上半月下 我三月十五号过生日 所以呢 所以他会在我过生日之前 三月上半月 小强哥是双鱼座 对 三月十五号 记起来的 对 你现在脑海中出现了很多 你看过星座书里面 男生双鱼我很喜欢啊 真的假的 不是都是我们花心啊 什么 不是啊 生命远离双鱼啊 是细腻吧 细 贴心细腻 敏感感性 对啊 那很好啊 对啊 我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离过婚啊干嘛 哈哈哈哈 对啊 我都要买狗粮了 哈哈哈哈 回去给我老婆 对反正呢 这个我 我什么时候 那边 可以公布吗这个 这个三月初 这个还不行嘛 把它 反正不能讲 把那个信断给我拉出去 总而言之 我们在做直播 跟你有关系吗 段先生 怎样 我被公司下了禁令说 还不能明确地说 但是因为我现在就走这路线 因为很多人会跟我说 他们是学生啊 他们有上班 他们要请假什么 所以如果事情来得太突然 他们会很难交代 对 所以呢 我就跟你们讲 你们就是三月初 小强哥生日之前的某一个周末 你们就先留下来 我也不先说是哪一天 或是什么 但你们先留一下 万一那天也没事发生 就跟朋友吃个饭也没关系 哈哈哈哈 你这样 你这样我会觉得你是开新餐厅哦 没有 但anyway 就是反正你们 呃 是全国有机会见到我的 全国各地大家就 就聚集在那个首都好不好 哦 北京 好吗 各位期待一下 是首都吧 是首都 不是首都国际机场吗 是首都吧 首都 反正我话说到这了 因为唱片公司是下禁令 不准我再多嘴了 今天成年很够朋友 没有因为我其实能够 能够 其实不管 其实有很多人可能 离北京如果很远 他提早先规划好 他先成熟 所以我当然能够先大嘴巴 我就先大嘴巴 没事 现在高铁大概上海 这四个小时就过来了 所以大家很方便 好吗 OK 这算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个 非常好的新年的期待了 对 还是的话 我们也同样把我们最美好的 祝福Best Wishes 送给杨成林一下 好 希望一切之后 一些顺利 可以在删除之后 在Reset之后 可以获得你更多的 自己想要的成长 好 好吗 好 那我们提前也是再次祝大家 新年快乐 我们三月见 好吗 拜拜 谢谢 刚刚是直接断线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还在 还在 对为什么突然 耶耶耶 OK TES界尽快乐 因为她说 中文质 最酷 我曾经用尽力气去怀念不可及的你 哭过以后才知道不可惜 错过了什么就到了什么 你的倾诉我的心是谁代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